好了,那么我们这个不仅仅是监控啊,我们是不是希望它能给我监控到某一个内存点,你比如说我要设置一个预警线,将来超过它,我是不是可以让它自己扩容或者缩容呀,就这意思啊,所以说我们接下来就要在这地方啊,创建一个这个Alert,啊,那么我们选择的应该是下面这个,应该是,我看是哪一个啊,好,就是,应该是下面这个啊, 下面的,咱们来看一下啊,就是现在的话,这里边所有的操作都已经搞定啊,其余的你都不用动,这个界面里边它只是点过来给你看,这里边都是一些,设置一些参数,就比如说,以什么为单位,就是单位越大这个走速度是不是会变得越,线条是不是会变得越大呀,我们正常这个线条大概长这样,你要单位变得越来越大,它这个起伏可能就不太明显了,就设置这个地方,设置这个单位,你看它现在是1000, 这地方是不是500呀,它在设置这种,这一般用默认的就行啊,不用搞太大了啊,好了,接下来设置这个预线,就是点下面这个啊,那么我们呢,就可以点下面这个,接下来点这个添加 点这个添加,那么完了之后,这个名称,你呢,就可以跟那边保持一致吧,你比如说add,我是不是想添加base呀,addbase,这个地方你要跟刚才一样,你用的就是walk webhose,是吧,因为你看啊,我们刚才在这个地方,在这个地方,在这个地方是不是用的webhose 所以说你是不是还得用webhose呀,得用webhose啊,好了,就在这个地方选webhose 那么别的,这个地方要选,就是我现在是不是添加呀,添加你写哪一个地址呀,是不是写这个地址呀,那我就把这个地址是不是贴过来呀,那行了,这个就不用,不用改,你可以测一把啊,你可以这样啊,我先回到这里边来 回到这里边,我是不是点到这儿,我现在,现在这是几,一,你可以直接在这地方测一把,成功了吗 现在变几了,三,也就是,我这地方是手动点的,待会儿的话,是不是希望它怎么着 自动啊,那我这个,我先给它测通了,是不是就行了呀 这个比较简单,测通了啊,那我这里面都有了一个叫add,addbase,就添加一个这个base的一个容器 啊,大概就这么意思,那么现在这个东西你搁到这儿还不能,还不能用,对吧 你怎么用呢,刚才我们是不是设置了一个,已经有一个,就是一个监控平台了吧 我们在监控平台里边,是不是要设置一条这个预警线呀 好了,所以说你要在这地方继续点啥 编辑,它现在有预警线吗,没有,我们是不是想让它有预警线啊 点编辑,那预警线就是我刚才说,是不是alert啊 诶,对,创建一个,那么这个创建的话,这里边啊,你只用设置条线就行了 这个用线你可以拖拽,你可以直接在这儿,你看 它这个单位,你可以自己填,但是我觉得你不要自己填 你直接这样的话,它是不是就直接就报警了 往上来一点,咱们就不让它超过这儿,其实你就拖到最顶上是不是也行啊 不让它超过这个啊,那么完了之后,接下来 现在的话就拖到这儿吧,拖到这儿之后,完了之后它超过这条线干啥呀 诶,在这地方点啥 加个这儿,然后它就会自动怎么着 扩容了,好了,这就可以了啊,这就可以比较简单啊 然后之后你就可以对它再次进行 这个你不填就跟刚才那个名字一样,能理吧 好了,我们就可以再次回到这个面板了 现在我是不是再点它再看一下 这个线有了吧 有了吧,有了啊 好了,完了之后,这个就比较简单啊 这以后的话,再那个它就会自己扩了 就会自己扩了啊 不过咱们现在没有人,没啥人访问啊 这个东西它基本上来说它还是这个样子啊 它基本上还是,还是这样 我之前试了好多次它好像都不会扩啊 就是它基本上不会动 你就访问可能也不太行 但是运维的话,数据量大它才行 我这个我也跟这个运维人交流过 这个数据量大才行 它说就是这么做的啊 这个就是绝对靠谱的啊,就是这么做 这个就是我们可以选择这个web hose啊 完了就这种方式 完了之后,你只用这个地方只用填个这 下面只用填个这 别的也没啥好说的 就设置预警呗 我这是不是点一个添加一个 接下来这个地方是不是设置一个线啊 这个线你可以自己写 但是尽量不要自己写啊 现在在这个地方是不是选上你刚才那个 设置那个,对吧 然后保存更改 这就完了 这个完了啊,这个就是咱们